第四位 彈性的信息 第四位 彈性的信息 ok 那我們現在呢 來到了米湖地區呢 他的下一個景點 我們剛才看的是假火山口嘛 對不對 現在這個地方呢 他叫做黑色城堡 為什麼叫黑色城堡 為什麼叫黑色城堡呢 因為這邊呢 就有非常多像這樣子 看到像這樣非常多這些熔岩 黑色熔岩有沒有 然後呢就讓人感覺像是一個堡壘一樣的那種感覺 好像一座一座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就是像這個樣子 OK 就像這樣 它裡面全部都是這種高高的黑色熔岩塊 然後這個黑色堡壘這邊呢 這些熔岩它也是我們全力遊戲的拍攝點之一 你那個戲迷 它這裡呢是 不知道大家 大家可能沒有什麼印象 因為這種自然景觀它對照起來會很不像 對 它只是當初是確實在這邊拍 這樣回去做一些改善 對對對 做一些後製你就會覺得很不像 那這裡呢是 那時候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啊 就是在第三季的時候有一群就是野人 就是在冰原城牆外的那些野人 然後這是野人大軍的他們的一個駐紮營地 他們就駐紮在這裡 對 所以他們就是在這裡拍的 這樣 很帥吧 這樣 很帥吧 它為什麼會這樣往上 對不對 它主要原因是因為呢 跟剛才那個假火山口有一點類似 假火山口呢它底下是沼澤 所以它會鼓出一個泡泡 所以炸出一個是圓形的 那這種呢通常就是它底下 原本是有一層地下水層 OK 然後呢這個地下水層呢 被上面的熔岩煮沸以後 蒸氣會垂直的往上噴出去 所以它噴出一個垂直的蒸氣以後呢 就把上面就是凝固一半的熔岩 把它帶上來 對 帶上來 然後就拉起來變成一條 然後水沖掉以後它就留在這裡 它就有點像是地上的風 對有點像 類似像這樣這樣 所以就是這邊就是 一整片的地下水層 然後就這樣 噴起來以後 它凝固了就會長這樣 給你看 天然的王座 對啊 這野人王座是不是 不是在準攻 這裡有機會 而且你看啊 它那種 doesn't matter 就是不是中午室 玄武岩的那種 這種一塊塊的 嗯 看起來真的很像一個 以前對著城堡的那種磚磚磚磚 哭嗎? 都不會太遠 谷川崎 摩訝 崎均勻 切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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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分 爬上來就看到火山了 太酷啦 這裡很美喔 有沒有很美 火山也超美的 超漂亮的火山 再給大家看一眼 這真的太美了 黑色城堡 這個地區 就是熔岩範圍非常的廣 非常大 那我們就只走了 一小圈 對 前面的一小圈 不然大圈的走不動 所以肚子太餓了 好 那我們就 接下來再看下一個景點 出發 拜拜 吃飯 吃飯 OK 那我們現在呢 來到了我們今天 算是最後一個景點 今天最後一個景點 然後呢 這個景點呢 當然也跟權力遊戲有關 嘿嘿嘿 是的 這裡呢 名字叫做地洞溫泉 OK 那當然啦 名字聽得很明白嘛 他就是在一個 地洞裡的一個溫泉 各位權力遊戲的粉絲們 想到地洞溫泉你們想到什麼 沒錯 就是 我們的 John Snow 他第一次 嘿嘿的地方 哈哈哈哈 就是這裡啦 喔 他有熱氣 是不是 那灰塵 灰塵 真的太不容易了 好啦 那我們從山洞裡上來啦 山洞裡太黑了 沒辦法錄影給大家看 可以給大家看幾張照片 就像這樣 OK 還有這樣 OK 那 當初呢 John Snow就是 跟他的第一個老婆 就在這個山洞裡面 嘿嘿 對吧 那 真的是 我相信也是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個具體 也是那一句名言 You know nothing John Snow 對不對 就是在這邊誕生的 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來超勝一下 其實這邊 以前呢 他這個溫泉是真的可以套的 但我們剛才摸了 好像也沒那麼燙 還行啦 還行啊 對 你不算是非常非常胖 但你下一幾秒鐘 你就會上來 對對對 然後現在的話 也是為了保護啦 所以就 不讓大家去泡 因為 拍了全力遊戲以後 這邊太出名了 如果可以泡的話 你就看到這邊 滿滿的人 對啊 所以現在基本上就沒辦法在那邊泡了 OK 那 大概就是這樣啦 然後呢 到了 你從洞口出來以後呢 到外頭 你還可以看到一個 就是大裂谷 就像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樣 酷吧 那就是這樣 一個大裂縫 然後底下就是那個溫泉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啊 在米湖地區啊 就是 米湖這個湖的周邊 看的 各個景點 可是這個地方呢 我覺得景點滿多的 而且很密集 就不需要一直開車跑一跑去 對 就是非常非常近 哪一個最 對 厲害 哪一個你最吸引的 那個是貨城堡 貨城堡 那邊真的 它其實範圍非常大 那如果說大家有興趣來的話 可以多安排一點時間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慢慢走 對 它那個 可以繞好大一條 你想原來 Jared 可以的 或是 那是或傾城堡 可以嗎 可以 你 可以嗎 可以嗎 就沒有